好几枚火箭弹朝对岸连轰 这已经是以色列和里巴嫩边境的日常 自哈马斯去年10月7号 对以色列发动恐攻以来 里巴嫩珍珠党就一直是哈马斯最大力的盟友 而17号里巴嫩首都贝鲁特 好几名珍珠党成员的抠击同时爆炸 这背后的原因连以色列人都认为不单纯 以色列政府不承认也没否认 但以色列利用远端装置杀害敌人 真不是头一遭 就连珍珠党成员都承认 这是去年10月至今最大的伟岸漏洞 重到覆车 1996年以色列渗透哈马斯内部人士 暗杀绰号工程师的炸弹工程师艾亚西 以色列透过艾亚西的亲信 在他的手机里安装微量爆炸装置 监听确认在他讲电话的时候 引爆手机将他炸死 以色列当局全程都没有接触到艾亚西 珍珠党已经透过国家电视台 指控就是以色列干的 并扬言报复 如今中东更勇无宁日 新新闻林媒介望中英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